大家好,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怎样做好一道豆腐虾蒸鸡蛋 做法简单又好吃 首先,准备两粒鸡蛋 100克虾肉,一小把青葱 一盒白豆腐,100克清水 接下来我们把虾 给它处理一下虾肠 给它挑出来 然后再把虾肉给清洗干净 好了,拿来备用 好了,现在把豆腐拿出来 然后给它一开二 像这样子放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把小葱 切成葱粒 好了,放在盘中备用 好,现在鸡蛋下入 半茶匙盐 麻油 少许 胡椒粉 少许 然后加入100克的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把鸡蛋给它过滤一下 好了,放在盘中备用 水飞了 现在我们把虾肉也放进去 在豆腐上面 这时候我们也把鸡蛋加进去 来,现在我们把它盖上锅盖 我们中大火蒸它 10分钟 好了,鸡蛋已经蒸好了 现在我们取上来 加入一茶匙 酱油 然后撒上葱花 好了,一道芳香适应的 豆腐、虾、蒸鸡蛋 做好啦 无论味道和外观都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分享、按赞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